国民党是兵败如山倒 不知许多的县市席位 蓝天变绿地 再加上了五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 柯文哲的白色力量出头 更让许多美国的泛绿海外侨胞眉开眼笑 他们多数认为 这一次胜利的原因 是因为国民党没有听到台湾人民的心声 加油 民进党 加油 民进党 民进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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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美国大本营 美西党部内呼声震天 原因不止开票一片大好 乡亲乐观看待选情的行动力 更让作证党部的主委与执行长 电话接到手软 从一早起来就接了二十几通电话 最少二十几通电话 这个当然跟我们的候选人 他们这一段时间来的努力有关一些 那一方面也是反映了 就是人民对执政党的不信任感 看透了国民党的本质 所以不会再继续支持国民党 在这个时候我们民进党就是 要让台湾的全国人民 让大家看得出来说 民进党 由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会是多么不一样 不只老人家关心选战 甚至还有范绿妈妈 带着年仅五岁的小妹妹 第一次跑来党部砍开票 并且对柯文哲的选情特别关心 希望她能成为 扭转台湾黑金与权贵的新力量 人家很兴奋啊 很紧张 然后希望有好成绩 他是真的一个想要为全部的人民来做 那这才是真的你知道吗 就是说不是为了一些权贵的利益 而是为了全部人民 民进党美西党部的民众 不只乐观地看待民进党最后的选情 同时还强调国民党的马主席 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因为人民才是逃贵 以上是中文新闻 用至李中尧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